大家好,我是Spark 你是一个经常出国的人吗? 每次出国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做的事 就是去换当地国家的货币 一般人的做法就是去货币兑换商 Money Changer那边换 但是你们知道吗? 其实我们可以用我们的ATM卡 在国外的提款机提款 拿当地的货币 但是问题来了 到底国外提款值得吗? 它有什么收费? 上个星期我去新加坡的时候 我就亲自做了实验 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我还特地在买东西的时候 用我的信用卡来比较看 到底出国刷信用卡值不值得 如果想要在国外提款 在还没有出国之前 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去自家的ATM提款机 启动国外提款 我的是Public Bank的 所以我就在Public Bank的ATM提款机操作 插入卡后 选中文 输入密码 选储蓄户口 然后按其他服务 按更多服务 再按其他服务 然后按这个 启动或停用海外自动提款机提款 按启动 过后输入开始日期 就是你在国外的日期 我是31号晚上到 我就按1月31号 Enter 最后一天是2月4号 然后确认日期过后 按确认 这样子就成功了 每家银行的ATM卡 都需要启动国外提款的这个动作 弄好了过后 我们就可以出国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新加坡的机场 要去找ATM提款机 我们只要找到一个ATM 有Plus或Visa的标志都可以提款 这里我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按来往户口 其实我的应该是要按储蓄户口 Shaving Account的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所以如果你的是储蓄户口 你就按储蓄户口 进而我们拿大概一个500新币出来就好 500新币 按 yes 你们看钱真的出来了 500新币 yes 确认了他真的可以提款过后 我们来看他到底值得吗 我们先来看31号的时候 然后我如果去MoneyTanger换500新币的话 需要多少钱 这间是SunwayPilamid里的一间 货币兑换商的网站 他给的汇率是蛮好的 我平常都会用这个来查看 这个货币兑换商 卖1块钱新币的价格是 马币2.98 意思是 马币2.98 换1块钱新币 所以500新币是 马币1490 然后我在海外ATM提款 到底是用了多少钱呢 这个是我银行卡的账单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500新币是 1510.12马币 算一下汇率是 马币3.02 换1块钱新币 这个汇率就很有意思 我一直很好奇 这个汇率到底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当我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就打电话过去给银行 我拿看这个汇率是这样子算的 结果原来是根据Visa公司的汇率来算的 我们要怎样子看到Visa公司的汇率呢 我们Google Visa Exchange Rate 就来到这个网站 这个是全世界的Visa卡通用的 这里输入我信用卡本身的货币 也就是马币 这里就是那个信用卡 交易所使用的货币 也就是新币 这个Bank fees 我们暂时放0先 然后这里就是那个交易的日期 也就是1月31号 按Calculate 这里显示的汇率是2.982966 跟我们算到的3.02的汇率不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 我去查了一下 原来Bank那边有收费 我的是Public Bank 收费是1.25% 所以我们就要在这里加一个1.25% 按Calculate 就得到3.02 跟我们拿到的汇率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汇率跟我们兑换商的汇率比较一下 相差了1.34% 意思是你换100块 就差一个1.34 1000块就差一个13.4 1万块就差一个134块 好像差没有很多吧 不过每一次提款 都会有一个服务费 不同银行会有不同的服务费 从8块钱到15块左右 Public Bank的是10块钱 加一个60C的消费税 然后我们来看信用卡 同一天我说了7块半新币 不过信用卡当然还没有来 我就打电话过去给客服中心 问看是多少钱 他说是马币22块92分 算出来的汇率是3.056 比我之前兑换商跟ATM的都要高 相差了2.55%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又打电话过去问 原来我Citybank的信用卡 外币转换有一个2.5%的服务费 如果我输入2.5%的服务费在这里 就拿到3.058 跟我算到的3.056差不多 我也不懂汇率为什么算出来 会差一个0.002 我问过几个客服都没有人可以帮我解答 所以算起来信用卡好像是汇率里面最高了的 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就再做多一个实验 你们知道ATM卡其实是可以像信用卡这样子用的吗 因为我的ATM卡上是有Visa的 所以也是可以拿来刷的 我用我的ATM卡刷了2块半新币 刷Visa PayWave 就是少一下就可以付款了的那种 为了实验真的是豁出去了 2块半新币我都刷啊 我查了我的账户 2块半新币算我7块51码币 看了一下汇率 原来是根据Visa当天的汇率 再加上银行1.25%的外币转换服务费 就没有其他的收费了 不过这里算出来还是差一个三分的误差 我想搞清楚的 但是钱太少了 客服都难得理我啊 刷ATM卡的实验让我明白两件事 ATM卡在国外刷卡跟信用卡是一样的 除了外币转换服务费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费用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 每家银行的信用卡 都外币转换服务费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查了Bobitman的信用卡 服务费也是1.25%而已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选信用卡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经常出国 就要选一个外币转换服务费比较低的信用卡 我们现在要来做结论了 到底哪一个比较值得 我觉得这次我去ATM提款机领钱的方法是值得的 才差一个30块钱而已 因为我省了驾车去Money Tanger的油钱 停车费 还有最重要的是时间 然后还有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我换的钱不多嘛 才500块新币而已 所以差别不大 要是换的钱很多的话 那去Money Tanger换会比较划算 但是我跟你讲 出国很难逆算花多少钱的 如果换太多 带去那边用不完 拿回来换回马币又要亏一点 可是换太少又不爽哦 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法是这样子的 外币照样去Money Tanger换 不过出国之前就开通ATM国外提款 到时候不够用的话 要用到现金就去ATM提 如果可以刷卡的话 就刷卡 因为领现金跟刷卡的外币 转换服务费是一样的 汇率算起来啦 根据兑换商差一个一点多发现而已 但是领现金的话 就会有多一个10块6的收费 我觉得这样子是最划算了的 如果你有比这个更加划算的方法 来兑换外币的话 那就麻烦你在底下留言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把这个最划算的换钱方法 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看到 谢谢大家看完这个影片 下个星期就是农历新年了 在这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也通知大家一生 下个星期我放假 所以影片停播一次 想看到我接下来的影片的话 就去like我的page 来订阅我的youtubechannel 谢谢大家